讲六四呢其实大家还漏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没有提 当时中国的民主党派 就是你们现在我们大家都说花瓶了 其实是当时是有积极反应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讨论 这是一个中国不能说低谷的一个政治力量 但是它的政治力量 四五年跟四九年以后 特别是不一样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还是有作用 在这我要讲的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呢 我非常高兴 这个胡平先生今天讲的这个事 错发我今天上来发言的一个原因 胡平先生讲到要反思 我昨天一直在讲一个问题 什么叫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其实记住 不仅仅是共产党的生命 也可能是民主党的生命 这什么意思呢 请记住 任何成功要取得的代价和它的过程 需要真正的考虑 什么是做对的事 不仅是做对的事 还要把对的事情做对 我觉得今天给我深刻思考 第三个 我君涛讲的这个话 我也给了我一些取范 我从来每一次正面的这个场合 说过君涛 跟他谈过 但是我觉得君涛正在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他在一步步的升华 也就是深化什么 任何事情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 它是一个过程 今天假如说 那个他跑到 我在这个差不多 要帮同志这个年龄 我不认识要帮啊 但是我也会跟他讲 激进是可以理解的激情 但是做成的事情 是需要有时间的考验 时间的韧性 因为大家学学 这个中国近代的历史 你要做成成功的事情 是需要一个推进 这个推进的结果 是百姓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择 人民是个政治处理 是公民的选择 如果真正达到了公民社会 那他的公民就一定会起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昨天我还要补充 我是法律专业的 为啥我不谈法律 因为小平也是法学博士 我想我们有共同理念 我们现在谈的法治 是制度的治呢 还是水治还是刀治 我觉得真正中国的社会发展 民主事业要从水治占绝大度 刀治是水治的一个部分 我的发言完了 昨天我以为是今天发言 所以突然叫我上来 我就没有把该说的都说尽 时间剩下 然后今天补充上 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关于邓小平 历史罪人的问题 是在毛泽东 这个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 他不允许彻底的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犯罪分子 中华民族和人类的罪人 来加以定义 这个事是非常之大 导致的今天改革不能进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 我们从 虽然我们是法律专家 还要从宪法角度说 国防军是用于两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防御外敌 第二项任务紧急救灾 那么六四远远不是一个救灾的问题 是吧 甚至是共产党的张成立也没有规定 一个邓小平就可以调动这么多军队进城搞屠杀 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那他不是历史的罪人 他是什么 他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政变 就是政变 那他是一个政变的人 而且没把共产党的总书记颠覆了 他不是罪人吗 所以应该把他定义成罪 那在这个 他在执政以后 包括高岗 包括姚树石 还有七个右派 全都没给予平反 这都是他的错案 当然了 这些错 前提是 更大的前提是毛泽东的罪 所以这两个人是历史罪人 我们就不必再说了 如果非要给他安一个总设计师的话 他就是六四这场政变的总设计师 而不是别的 说现在他没有下命令 我们没看着这个模糊 不管是他有意还无意 他不下命令 谁也不敢动 杨仁坤再坏 他不同意 军队也进不来 也不可能开枪 所以替他 在这个六四的问题上 有些人今天还怀念他 他说到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怀念他要听 我觉得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昨天跟邓宇文在下面讨论 在楼下讨论 他总说党内民主 我不是共产党员 我共产团都被开除了 我总觉得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共产党已经占了 这个国家国民太多的便宜了 从物质上 那你在人的权力上 你再剥夺一次 说党内先搞民主 完了我们民主了以后 我们带头全民族 这个群民主 这本身就是对老百姓的提示 你不能再搞一次 这个共产党先来的这个民主 完了栽造老百姓 共产党不会是这样做 不应该是这样做 不是不会啊 他会这样做 我们观察这么多年 从这个98年 这个村民主义法实践到现在 村民主义法现在还有吗 就是因为胡锦涛把 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一套 都变成了党的控制了 党支部书记 要控制村民选举 就把村民主义法 整个就彻底的颠倒了 所以说 再搞党内民主 不让老百姓民主 这个话题我觉得 不应该再提啊 邓约没在 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但我今天要在会上说 以后谁要这样提 就是歧视中国人 美国的这个独立战争以后 文盲的这个率 达到这个90%以上 那你 那我们现在看 那90%以上那时候按说 用我们的观点说 那都是文盲人 不能搞民主 说中共在原来那时候 扔豆子啊 那个高岗 习仲勋 还有刘志丹 他们在那闪干宁边去选 我想大部分也都是农民 也没有多少有文化的 但是他们也搞过啊 是不是 那只能说 不是老百姓 不会运用民主的权力 不能选举民 不能搞民主 扔豆子 扎眼啊 在指南扎眼 技术这些事儿 共产党都干过啊 不是没干过啊 只不过是自己 他们现在要维护权力 不愿意把这个权力还给老百姓 还给人民 真是一个啊 那第三个 昨天有人说 现在这个 这个时代 已经这个变成了 当官的也不敢说 那个 企业家也不敢说 大家都是一个不好 其实不是这样 那么这五年 有没有过政变 我们前面说 郑小平对 对赵紫阳 对胡耀邦搞了 华国锋搞了三次政变啊 那这两年 有没有政变 有 这五年 我就在不断地研究 什么政变 我起了个名字 叫生物政变 就是我们面临着 这场病毒 2019年年末 2020年年初到 直到今天这场病毒 还没有结束 是一个什么变化 容先生说啊 这个前面说 这个胡耀邦的人 人格跟林肯一样伟大 这个我相信 但是在行动上 他比林肯要差了很多很多 林肯是动用了国家的权力 军队的权力 跟南方 旧的保守的势力 做了殊死的搏斗 才有了黑奴的解放 对吧 那胡耀邦不是能有这样的机会 他有 当时 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北京卫宿区 还是北京军区的 那个傅宗毕 就问过他 要不要来一场 决战 他不敢做这个决定 那么赵紫阳也是如此 我记得十年前 在胡照基金会的研讨会上 我说过 赵紫阳是舍了大家 舍了大家 雇了小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那个历史时刻上 党心民心 和这个军队之心 都站在赵紫阳那边 你在天门广场 喊一嗓子 能比那个昂山素季差吗 昂山素季是枪顶在脑袋上 对不对 还有叶利钦 从这个角度说 这两个人 当然我佩服他们人格 我真的佩服他们人格 他们也很善良 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善良的人 也许我们走到那一步 我们做不出这样的决定 但是历史有那一天 我们不希望这两个人再出现 谢谢 谢谢